再来看到同样是汽车零组件族群当中 二二三一的维生 维生受惠于全球车市强劲的复苏 完全没有受到农历春节长假 工作天数大展的干扰 二月份的业绩强势的表态 维生的二月份的营收 2.02亿元只有月减了8.9% 年增高达有58%之多 也创下了同期的新高 而维生的股价在昨天 开高走高收出了长红K棒 涨幅3.23% 那么短均线出现了黄金交叉 从近20个交易日来观察 外资延续了多数都是红色柱状级的买超的力道 不过投信却是以绿色的柱状图居多来呈现 是调节多过于买进 也因为土洋对坐的力道势均力敌 让维生的股价撑在高档整理 距离20天 外资的买期均价跟投信的卖出均价 都是相差不远的位置 因此接下来这个股价到底要往上 还是往下来表态呢 就要看外资的买超 或是投信的卖超 谁的力道较强了 持续的追踪的是安全气囊 零组件 以及展示价制造商 2228的建林 去年也是在全球汽车市场销售畅旺 加上了消费者注重安全的意识抬头之下 带动了汽车零组件业务大幅的成长 包括了营收跟获利同步的改写新高 而展望今年呢 根据MoneyDJ记者林诗英在3月12号的报导呢 建林表示 今年汽车零组件的事业将会持续的成长 展示价出货也将随客户需求增加 今年的营运渴望再攀高点 2月份的营收2.81亿元 虽然说月减了21.07% 但年增也只有0.7% 不过前2月的营收有6.37亿元 年增了8.99% 看得出维持持续成长的力道 2月份的营收回落最主要就是受到了长假因素的干扰 预料3月份的营收可以开始的往上回温 而建林昨天股价大涨了5.45% 盘中也曾经见到涨停板 137块钱也创下了5个月的新高 那么5月均线已经正式向上穿越了年线 形成了黄金交叉 原本今年以来投信一路的卖超了2000多张 不过股价也始终没有明显的被打到脱离 60日的绿色这条平均的卖出成本线太远 但也都是在这个线条附近上上下下的表现 不过我们看到投信在3月17号已经转买了116张 一举的将股价往上推升 拉开了跟成本线之间的差距 而看到最近期的表现连续三根的红色柱状体 代表说投信买超的力道似乎有在持续当中 而从成交量相较于前天放大到10倍来做观察 随着市场热度的增加 投信连续买超似乎也是 这建林能否持续走高的重要的助力了 小费 小费